看到舞台上耀眼的王鹤弟和田希薇 思绪突然闪回到多年前的夏天 那时候他们还都是 岌岌无名的小演员 18岁的王鹤弟搭档沈月 出演了人生中第一个男主角 三年后他们相逢在综艺节目中 小心礼貌地相处着 王鹤弟这么多合作CP中 哪一对跟他匹配度最高 你最看好谁呢 王鹤弟的第一个CP 就是我们的沈月 是他年少时第一位女主角 王鹤弟曾经说过 沈月长得很像他的前女友 这个阳光的大男孩 我们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到 对待沈月 他早已经超乎了友情 记得在节目中 那一声声沈月 真的叫到心坎里了 无意对沈月的示好 王鹤弟真的是眼神里都是醋意 就连刘涛的眼神 都是探究的眼神 这对一男平CP 真的很喜欢网友总结的一句话 年少有过心动 但当时的彼此都在着急赶路 在前年的星辰大海中 他们两个再度合体 CP粉疯狂了 山菜道明寺合体真甜 沈月二度参加星辰大海 第二位于书欣 王鹤弟于书欣的地心引力 真的是很好磕 都是他们两个人大火的剧 到现在2023年还走不出来 在去年苍蓝爵爆火后 王鹤弟和于书欣收获一大PCP粉 发现只要王鹤弟于书欣合体在的场合 王鹤弟百分之五六十的时候 都会面朝那边偏至少45度 欣欣在代代身边特别柔软 代代在欣欣面前特别稳重 别人眼里的娇嗲小做精 在他面前收敛了他的矫情 别人眼里的火了 并在他面前收敛了自己的轻狂 在对方面前 都想做对方最喜欢的自己 他们之间美好的让人忍不住想磕 现在每天最开心的就是 到处找他们两个人的瓜吃 不得不说 王鹤弟真的是大男孩 啥事情都挂在脸上 记得张彬彬来快本宣传的时候 两个人真的是修罗场名场面 这样要是还是不爱 真的很难收场了吧 他们两个在一起 真的是花絮要比正片好看多了 不说了 就是很爱磕 而且两个人真的都是很双标 只要和别人大戏 真的就是很抗拒和嫌弃 第三位白鹤 搞笑男搞笑男的结合 白鹤 王鹤弟今年拍摄以爱为赢 期待感拉满 花絮大家好喜欢实验叫郑舒逸的名字呀 一个在闹 然后一起在笑 真欢乐 说实话 他俩其实是有CP感的 虽然有种熟人见面的尴尬感 但是郎才女貌确实有 花絮和重新剪辑 还有路透都能看出来 他俩是有CP感的 但是这个导演拍出来 感觉好土的样子 第四位田西威 不只有田西威王鹤弟走红毯 田西威转身走开 王鹤弟邋遢的那一下 秒了多少偶像剧 氛围感直接拉满 然后 两人一起走红毯 拍照也是大大方方互动 该营业时就营业 丝毫不扭捏 还有星光大赏那场孟子一发言 镜头切王鹤弟天经地义CP联动了 王鹤弟一入座 立马望向田西威 还挑眉 我不敢想象 大凤打更人开播时 我有多快乐 同时也让不少地心引力破防 其实 王鹤弟与田西威的合作 确实与以往有诸多不同 不仅在戏里 剧照 CP感满满 而且戏外还有很多亲密贴 多次被拍到王鹤弟 田西威聚参亲密合照 田西威生日 王鹤弟本来在外赶别的工作行程 但还是连夜赶回恒店 为其庆生 杀青宴上 王鹤弟田西威 俩人一起看杀青MV 王鹤弟一把搂过田西威 俩人靠在一起 很是自然 而田西威也积极回应 右手搭在王鹤弟的肩膀 不停地轻拍 有网友解析这一场景 表示王鹤弟对于女方是喜欢 而女方则以兄弟的方式回应 以免尴尬 还有一小部分的人 在科孟子一孟姐他们两人 不过不得不说 确实是很配的 两个憨憨 不过孟姐真的是每一次 都是超级避嫌 虽然已经一起录过很多综艺 活动也总是见面 不过王鹤弟曾经说过 自己在活动现场 很热情地和孟姐打招呼 孟姐真的是不敢答应 我们孟姐虽然憨憨的 但是孟姐真的是很认真的搞事业 他们两人是很好的朋友 不过偶尔磕磕CP 也是很快乐的 好了家人们还有哪的CP是你很磕的呢 最近王鹤弟真的太火了 不仅加作不断 各种代言更是拿到手软 但等到我们回过头 才发现 这个已经在演艺圈摸爬滚打六年的男生 不过才24岁的年纪 王鹤弟有着帅气的外表 他被称作为是彭玉燕与霍建华的综合体 其坏坏的气质和道明寺狂放不羁的模样 十分类似 王鹤弟一直给人的印象都是皮皮的 爱说川普的阳光帅气大男孩 他呆萌而又可爱 在超次元偶像节目中 他表现亮眼 不仅具备超强的时尚感 而且也很有幽默细胞 并凭借一口流利的川普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曾经 王鹤弟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年 怀揣着梦想 渴望被认可 然而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他遭遇了许多挫折 幸运的是 他遇到了何炯老师 在关键时刻 何炯老师不仅给了他展现才华的机会 更是在他迷茫时 给予了宝贵的建议和鼓励 对于何炯老师的帮助 王鹤弟心怀感激 他在节目中坦言 如果当初不是何老师 又给了少年一次机会 现在的记忆会不会不太一样 这份感激之情 易于言表 在成长的道路上 有这样一位前辈的指引和关爱 无意为他注入了更多的信心和动力 在电视剧《流星花园》中的表现 让王鹤弟开始走红 他饰演的霸道总裁道明寺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精湛的演技和深入的角色理解 让人们看到了他出色的表演天赋 在这部剧中 王鹤弟将道明寺的霸道和高冷 表现得淋漓尽致 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和动作 都充满了戏份 让观众对他刮目相看 然而 王鹤弟并没有止步于 这种成功的喜悦中 他知道作为一个演员 只有不断的努力和磨练 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于是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他不断挑战自己 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王鹤弟懂得珍惜这样的机会 用实力证明自己 在《苍蓝绝》中 他饰演的东方青苍深入人心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这一角色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颜值和演技 更是因为他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用心演绎 在拍摄过程中 他也曾遇到困难和挑战 但都坚持下来 不断磨练自己的记忆 近期由王鹤弟主演作品 《以爱为营》持续热播 其饰演的角色实验 更是被大量观众所喜爱 新时代创业型总裁 也成为独树一帜的标志性人物 自播出以来 王鹤弟实验角色热度 以蝉联抖音剧集角色热榜 TOP1 延续四周登顶猫眼热度 周榜TOP1 更是拿下2023年全年 角色微信指数均值一位 热度可谓断层式领先 也期待角色数据能再创新高 他从不感觉累 充满了精力 别人心中有火 他定上着火 别人眼里有光 他饭碗金光 别人休息他重地 别人躺着他做游戏 然而 如果一个男人拥有一身蛮力 却从未获得胜利 也许是因为缺少智力 又或许因为他是王鹤弟 11月25日 2023爱奇艺尖叫之夜 在澳门银河综艺馆隆重举行 在压轴的尖叫单元 最受瞩目的四项明星荣誉中 王鹤弟凭借超强的个人号召力 获得尖叫男演员荣誉 收获一众网友祝福 这也是王鹤弟 延续两届蝉联尖叫男演员 继2022年 凭借苍蓝爵 斩获尖叫男神荣誉后 王鹤弟再次用优秀作品向观众证明了实力 当然 成功的背后少不了那些默默支持他的人 洋洋导演的提醒和指导 让他更加明白自己的不足之处 而粉丝们的支持和鼓励 也成为了他不断前进的动力 这一切都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要成为一个让前辈骄傲 让粉丝自豪的艺人 2023年末已至 各路盛典 晚会也将纷纷来袭 期待王鹤弟在更多晚会上 给大家带来视觉盛宴 也希望未来王鹤弟 能够继续输出优秀作品 造就更多经典角色 相信屡次获奖的王鹤弟会继续前进 在演员之路上大放异彩 为大家带来更多惊喜 这一切都没有